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整个委员会当中是充满了一个TPP的旋风 所谓的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那么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当然本席也正好学的是国际企业管理经贸的部分 那么本席希望也来听听江院长的目前对整个委员会 那么也可以说整个行政院在推动 那不管是TPP或者任何自由贸易协定的这样一个进程的预测 也就是说本席希望能够救教于江院长 如果说TPP它是我们未来加入自由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力的所在 那么院长想要请教您 就是我们对TPP的加入的时程 约莫是在多久以后 那么它的加入的我们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向委员报告 我记得在马总统竞选这一届连任的时候 黄金十年计划里面有讲到说 希望以八年的时间来做好加入TPP的准备 那这当然是我们主观上的一个自我其勉 那通常现在不管是美方或者是其他TPP的成员国 都表示说要加入TPP的话 我们自己自由开放的程度要做好准备 没有错 那确实所以包括最近才刚结束的这个TIFA谈判 美方也释放同样的讯息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不过总统给我们的一个愿景 就是希望八年内做好准备 是本习相当的肯定 政府顺应全球的这个贸易自由化 甚至于提升本国的竞争力 那应该多多参与整个世界贸易的各个平台 但是院长刚刚也提到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属在本月13日 那么他的贸易代表 Marentis跟我们的经济部卓次长 那么张部长在这 跟卓次长有会晤当中 那么美方认为 如果以现有的TIFA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恰商的过程 那么都发觉那么多的 中华民国各项的法规 乃至于产业的转型需要带努力 避论论许多多农业问题摆在眼前 那本习担心的是 即使本习肯定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贸易的一个平台的加入 增加国内的竞争力 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呢 以高更高规格的这样一个贸易协定的TPP 恐怕有一点点舍本竹墨 因为TIFA目前谈了各种的条件 如果谈成了TIFA 要对我国国内各项的产业的冲击 都还不知道怎么因应 那么 那么我不晓得说 这样子院长 你有没有信心 那是 向委员报告 就向委员所深知的 加入TPP是一个长城的目标 那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 那么因此具体的做法 并不是说一下子 就要把所有现在 无法克服的障碍全部拿掉 我们比较具体的做法 就像总统常常讲的 堆积木的方式 一块一块堆 堆到最后 也许就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可以谈TPP 所以像TIFA 它基本上只是一个协商平台 它本身并不是FTA 可是有TIFA 我们才有办法跟民伙谈 它是一个架构 对 我们才有办法跟美国 有个平台可以谈 那么今年度以内呢 我们跟新加坡跟纽西兰 都非常有可能 就可以签订 双方的这个自由贸易方面的决定 或者是合作 那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积木 一块一块的累积 我们跟中国大陆 ECFA的后续谈判 不管是货品 或者是服务贸易 也都会有助于 把我们的市场呢 做得更有弹性 更灵活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水到渠成 那本席要在这里提醒院长 如果以花莲 那么一个好商好水 能够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 在服务业 在各种的农续产业里面 有一项叫做SPF 就叫做无特种病原株 它是一个蓄产 那么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下 对各项的这个疾病啊 在九种以上的疾病 那么经过了认证以后 它是没有这样的疾病的优患 那像这样子的无特种病原株的 猪肉的产品啊 肉品啊 可以说啊 农委会啊 是不是应该要积极的去辅导 那么本席也肯定农委会过去做的了 虽然当中有些纷争啊 我想主委也知道 但是本席强调 如果像好商好水的花莲 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无特种病原的 SPF的猪肉的肉品 都没有办法 大肆的在国际间来推广我们的竞争力 那么你将来TFA也好 TPP也好加入 我们啊 是不是啊 嫌少了这样的一个啊 产品啊 能够跟国际竞争 这一点 本席要在这里强调之外 本席要请教院长 您对花莲 是所谓的宝岛的后花园 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啊 印象之外 您对花莲还有什么样的印象 花莲是我们每次一想到 要休闲旅游的时候 最早会浮现在脑海里面的地方 是 那 如果产业竞争呢 就产业竞争来讲 像现在所发展的有机农业 还有观光旅游业 我觉得都是花莲的这个契机 那么先前我也曾经听过 花莲的朋友 在讲说深层海水等等 那这当然这一些比较 又更遥远一点 不过我觉得就 目前可以具体看到 并且政府也已经把它纳入规划之中的 是 就是我们的观光休闲 以及我们的有机农业 是 非常谢谢啊 江院长对花莲 这样子的一个好印象 但是花莲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一个相当贫瘠的现份 那么如果院长 在过去 本席也曾经啊 也曾经提醒过 陈冲陈院长 如果能够在现有的 所谓的中央地方财政划分收支 虽然有新的指标加入 但是应该从整体的 国土的规划 乃至于整体的 这个区域的发展的特色上 去考虑到 因为本席认为 如果在中央地方财政划分 预算的分配上 多一块钱给花莲 相对跟多一块钱给西部 乃至五都六都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 花莲的所谓的marginal benefit 所谓的这个 这个边际的效应啊 绝对会胜过西部的任何一个县市 那花冬就是有这样的特色 不曉得院长同不同意 是这个原则 我原则上是完全赞同的 也就是刚刚委员所讲的 边际效用的概念 在比较相对 这个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 每一块钱 他所能够发挥的边际效用 确实是比这个 比较开发的地区要来的大 甚至于这个边际效用 抱歉院长 我强调一句 甚至于这边际效用 是包括在西部 已经饱和的发展程度 到了花莲台东好山好水的地方 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 跟GDP的能力 院长你认不认为 增加GDP的部分 我比较不是那么专业 我不敢讲说 它的那个产值能够有多少 但是就这个 就这个广义的服务业 它能够创造的效益 以及对当地经济所能够 产生的正面效益 那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行政院有这个 花东建设的特别条例 以及花东建设的基金 我们等于说 专门为了过去被称为 这个后山或后花园的 花莲跟台东 能够特别予以 经费上面的这个补助 是非常谢谢院长 下一个议题 我果然就是要点到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那么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是本席啊 在上一个届期 就是第七届本席补选 当选了花莲县区立委 那么在竞选题间当中 所提出的证件 也在第七届的这个任期内啊 那么当时国民党籍的 杨仁福委员 这个廖国栋委员 乃至于孔文吉委员 民进党的赖昆成委员 我们花东两手一起推动 终于推动 通过了这样一个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对于花莲台东 未来十年的愿景 跟奠定基础 有十年四百亿的 花东发展基金 那么本项基金的重要度 我想院长刚刚 我们谈了那么多 对花莲啊 所谓的后花莲之外的 竞争力的印象 院长相当同意 应该要慎慎 啊 慎慎的利用这个资金 是的 来奠定花东未来 为国家竞争力 所投入的一个绩效 是 那么本席在这里 举一个啊 目前啊 县政府已经提供了 啊 这个经建会的案子 嗯 那么也是本席 从101年那么啊 以来啊 多次的啊 101年初以来 多次的那不但现场会刊 乃至于啊 强调啊 在经建会啊 的长官强调多次的案子 叫做重庆市场的整建计划案 重建重庆市场的整建计划案 其实它是一个延绝性 在98年的时候 获得经济部中办1.5亿的一个花联中央啊 等于说是一个啊 区域的一个市场啊 每天对于啊 这个啊 我们的花联的民众啊 他的一个生活的采购的必须 那么比较遗憾的是当时啊 这个工程发包里面发掘地下水啊 发掘几项的这个加作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啊 没有办法在园域上完成 足足啊 少了五千万 那么五千万呢 内政部说没有钱 那么啊 进步部中办也说没有钱 那么最后呢 啊 我我们啊 就是啊 由县政府啊 决定提到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那么本席也在啊 101年4月份啊 多次到重庆市场会刊 101年11月啊 李鸿源内政部李部长 也特别到了现场去 因为这一个市场没有办法完成 影响到整个啊 大花莲的中心的一个排水系统 叫做自由街排水系统 因为啊 这些迁移过去的临时摊贩 通通在自由街排水沟上面来做临时摊贩 那么如果这五千万能够赶久 由花东地区发展条例来支应 本席知道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本席参与的很多 那么他也必须有所谓的自常性 那么一个市场的开发 这甚至于跟未来整个市中心的标的就自由排水沟的整个标的建构 难道没有未来性吗 那终于终于啊 在这个计划案啊 由一啊 他有分类啦 他有各种不同的分类 由一类啊 转为C类 本席相当坚持的情况下 终于转为C类 但是 本席要 要遗憾的说 在101年11月21号 在经济委员会当中 本席不但对 尹启明主委 甚至于在 在这个 啊 期间啊 也跟黄万祥副主委提到 是不是能够赶紧的把这个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这五千万那么小的一个建设经费 可以解决整个花莲那么大的一个景观 甚至于标的 甚至于排水的一个景观 啊 这个工程 但是呢 没想到 行政院跟立法院两个单位的沟通的障碍如此的深啊 因为啊 因为啊 本席年前 在花莲 希望说能够得到一个好消息 那么 经济委员会管主委上任 可能是因为新的 啊 这个这个业务啊 那 这个委员会里面啊 还没有来得及 年前就省 那本席听说是年后 赶快就会有消息 那据说年后2月20号开会 那本席从头到尾关心的案子 竟然啊 在经济会开完会以后 而且花东发展条例 本席从头到尾推的议案 本席没有一丁点的消息 说他已经在经济会里面通过 只告诉本席 到了所谓的推动小组会议时候 会告诉本席结果 请问院长 这样的效力 十年四百亿 如果再这样推动下去 是不是行政院啊 经济会对花东地区的 建设发展没有愿景的呢 我想不是 那个也顺便跟委员先讲一个故事 就是当当时这个花东 建设发展的这个特别条例 之所以会立法 甚至有这个基金 其实也是我们在 谈论这个全国的 县市改制 也就是北中南东 五都升格的时候 所做的国土规划 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当时是怕说 花东地区被边缘化 所以才特别设了这样一个基金跟条例 但是院长 那么这个个案 个案本身 我想引主委在这里 就算他之前没有处理的话 我想今天 经过委员这样指点之后 没有问题 这个个案 据说今天会通过 已经从E类改为C类了 对不对 但是本席要强调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 因为本席在 101年11月 也曾经提醒过 像这些案子的筛选 可以有一个标准化的指标 譬如说 基金区分为自常性 非自常性 补助中央花东地区的 产业布局的特殊性 甚至于乡镇式的特色 来自于跟民众生活的联系的紧密度 是不是院长 我们将 现在准与花莲的各个计划 在花东花园条例下 是不是依照以下的各个标准 以下的这个筛选标准 专案请经建委 给本席一个说明 这样不晓得可不可以 如果连续党委员都没有办法 做好这样的一个公公 甚至于把这个资讯 我们 azul拖在所未够 我们要挥动这样的 一个自制装 这个资讯 下办好几出去 那么我们的消耗 谢谢大家 好